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中荷包君最怕的消息没有之一 那就是HTC全部的旗下最新VR头戴装置 HTC FIVE 终于正式推出啦 并开始在全台中华电信 台湾大哥大 远传电信 亚太电信 台湾之星直营门市陆续贩售 一台要价约新台币撒半空 贵虽贵不过FIVE 可是有跟全球最大电视平台 S定结合的 相信之后VR游戏肯定是玩不玩的啦 夭壽喔 时空之门玩家暴动啦 一想到亚瑟王刚登场那阵子 大家真的是刷得心情相当不为送 出场几率低不说 辛苦刷完还可能只领个时空杀 时空杀耶 时空杀不是那个挂机就能领到的东西吗 这样40匹一场的高难度副本 大家拼死拼火打完没有个好奖励 也难怪玩家纷纷崩溃啦 不过官方也在14日立即更新 现在已经把时空杀改到副本第二层掉落 不会在BOSE现场看到咯 更新更新 最近大家口耳相传的佛心公司就是它 台湾独立团队RESO GAMES 最近他们在LS和Android平台 推出了全新弹珠解谜游戏 地城弹珠 玩法相当创新 而且玩家只要付一次钱 就能享受完整内容 没有什么要玩家额外掏钱的元素在 网友们评价相当高喔 推荐给大家 喜爱钢弹的玩家们注意啦 SD 钢弹 局期待创世的游戏发售日曝光啦 本作计划就今年11月22日推出 先前也正式宣布过 本作将要推出版式中文版 不过 在这第二波宣传影片释出 玩家也发现了 游戏只会在PS4和PS Vita上推出 官方也确认 许下推出PS3版的游戏囉 欸 连PS Vita都有 难道PS3就没人选吗 片上游戏常情数 《魔兽世界》最新资料片又要来啦 接下来即将推出的 《魔兽世界》军民天下 最近释出新的短片动画的预告影片 预告接下来游戏的预告 这么多层次的预告法 不愧是暴雪 预告片中揭露了 伊犁丹 古尔丹 卡德加 麦迪文等英雄 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算大家都在讲说 啊 这不是又要吃书啦 不过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恶魔猎人》都放出来玩了 大家还是回国吧 这不是白猫Project 这是伊苏8啦 伊苏系列的最新作品 《伊苏8丹娜的影替日》 团体中文版 發售时间也在本周公布囉 游戏将在今年8月11日推出 并是PS Vita专属的游戏 这样网友都会好奇 咱们主角《红法色魔》 到底还要留下多少轻重 不过大家说做等PC的等PC 等PS4的等PS4 看来色魔还是很有市场的喔 大家都进来吧 大家都进来吧 风靡全球的暴雪卡牌游戏 《鲁石战记》 终于又开放新英雄头像啦 不过这次的英雄很不一样 是大家最熟悉 却又最陌生的愚人 神育者莫哥 看起来好眼熟 不过他到底谁啊 难得没有很帅的头像 可是却意外的让人很想获得 毕竟这已经不是头像等级 而是全身像了吧 全民毒品斗阵特工新配方 他这小巷都在乎的斗阵特工 本周又加入了新原料啦 这次来了一位黑黑的欧巴甲安娜里 喔 不对啦 是安娜 身为空中战神法拉的老布 安娜是一位精英级辅助狙击手 能阻止敌方治疗 都能射棉弹阻挡各种大招 并能够从超远距离 管队友一把补血弹 不过这感觉很吃准度啊 该不会正式登场之后 大家就有新三宝了吧 他們不是在游行是抓捷尼龟 借斗阵特工后 被国外媒体评为最新 全民毒品运动的手机游戏 COKEMON GO 大家为了捕捉神奇宝贝们 完全可以上刀山下油锅 管他警察局还是黑刀走路 都有人主团去晃耶 不过台湾玩家 到底哪时候开放能完 官方你那个公告 到底什么意思的嘛 本周最震撼 目盾就是连不上之处 台湾玩家期待已久的救世者之处 上周也正式开服啦 不过这阵子实在是灾情不断 玩家狂回溯 此夫妻一直断 也不知道OMG得罪了谁 居然被DDOS连续攻击 搞得玩家超崩溃 好聚官网居不够 还找出游戏公司CEO的脸书来炮 果然搞得人家连吃宵夜纹都不能偷 不过只能说闹版效果十分显著 很快7月12日就官服维修一整天 只能说乡民们团结的力量 真是非常恐怖 我们也祝福官方能早日解决问题 让大家都能顺利地好好玩游戏 不要再各种断啦 对了台湾版可以不要一直 让大家练电吗 我们下期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观传を見て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